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鸟哨第一要认识鸟 第二要学会这个鸟叫的声音 从老一辈传下来 真的传四十度钟 今年我已经有五十八岁 就是做这个鸟哨从十几岁开始学 做这个鸟哨我们用本地锤煮 这个鸟哨你看上去很简单 做起来比较复杂 我做了几次都是失败的 有多次研究才做成功 煮的是很薄的 要把它成一分两半 这是最关键的 最难这个鸟哨是怎么挖来的 要看自己 刀子斜过去斜过来斜过去斜过来 要无数一次才成功 就是这样的 做鸟哨也就做了一两次两三次 这个鸟哨我们做好了以后 就是用盐水泡在水里面 你如果不放在水里 过几个月要开裂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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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几岁就跟着爷爷父亲就在海边捕鸟 到了贪图以后我们都要定风向的 这个网呢我们也是根据风向的 顺风翻的 这个鸟呢迎风的 最后是对撞的 在四月份的时候 有一部分的鸟从这里经过 朝水去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有吃的 鸟扎藤上的那个小螺丝啊 还有那个沙蟹啊 就是很小很小的在水里面活动的虫子啊 所以我们只掌握它的规律 才采用捕鸟来 捕鸟不是很简单一件事 关键是一个鸟叫和认识一个鸟 我们已经几十年呢 跟了海滩探柱跟鸟打交道 从很远很远就认识它叫什么鸟 它的体型和那个外貌 那个毛的长相 飞行的动作 我们都要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推得不对 它就不过来的 就是以前鸟就是买几个钱 后来就国家呢开始保护了 所以我们想用国家号召 也不鸟 国家需要的时候 我们才出去抓鸟 今年七十岁 其实八岁开始有跟我父亲学鸟叫 为了保护这个鸟呢 有了是两个人呢 到了这个河边 归查这个鸟 我们回来以后呢 给我们这个学生上课的时候 我们也给他们讲 小朋友呢也挺感兴趣 实际上就是学这个鸟叫 难度比较高的 现在我们正在想办法 就叫它们传承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